如果你喜歡一個男孩子的話 你會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 我會比較喜歡有才華的 或者是比較喜歡比較穩重一點的 那離過婚介不介意 我想目前這個年代 沒有幾個女孩子才會去介意 你有沒有結過婚 只要她現在沒有老婆就好 沒有孩子就好 那她如果有兩個小孩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只是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我不會去特別的去介意這一點 就看兩個人相處嘛 對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在乎兩個人的了解跟緣分 緣分也很重要 來 首先呢 這個禮物要給你 然後這是菲哥親筆寫的信跟卡片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啦 所以你要不要這時候 可不可以打開一下 對啊 我們就是 其實我也很好奇她寫什麼 你妹給我什麼太秘密的東西吧 哈哈哈哈 你看 說明我們是君子製造 好漂亮喔 好藍色絨的 FOR YOU 很好欸 很漂亮 很特別喔 真的有寫卡片 真的是菲哥親筆寫 嗯 沒有支票嗎 哈哈哈哈 沒有紅包嗎 沒有紅包嗎 就是一個藍絲絨的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會講笑 哈哈哈哈 他 他 呃 菲哥說了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特別啊 哈哈 沒有說什麼特別 他有說到左哥而已 哈哈 說到 提到我們製作人左哥嗎 他有提到左哥 他有 Dear Dan Dan 喔 哈哈 Dear Dan Dan 喔 菲哥你說Dear Dan Dan 喔 對對對 忘了 最後你是不是要跟菲哥講一下話 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就祝菲哥的節目 收視率越來越好 做整個的節目越來越好 節節上聲 謝謝 你還真會打機的嗎 馬上托人家帶東西 你們這個八卦裡面跟我講一下 我們已經講拜託這個性子私底下處理了 沒想到你們這還上電視了 跳到黃河都洗不起來 所以呢 其實呢 這鍋麻辣鍋呢 好貨在鍋底 對啊 原來呢 根本是 我是這個人是這樣 我為朋友是兩肋插刀 我那個信裡面寫 大部分都是提到左宏順先生 哈哈哈哈 好吃 那是 樂玩聊天 啦 玩家